台湾是首 Tale下之二最最大的亚洲投入 在深入选战里通常总为500万佛 因为台湾在美国有超过3000公平的工作地区 季国发会主委工人心10月 率经贸口茶团到斯洛伐克之后 台湾媒体透露 斯洛伐克经济部次长 5日即将率团访台湾 立下思国迄今访台最高层级 而这也是斯洛伐克继8月与台湾签署双边司法互助协议 以及捐赠台湾16万剂疫苗之后再一波犹台行动 尽管台湾外交关系频受中共打压 斯洛伐克智库中欧亚洲研究中心执行长施马杰 齐悦就曾在德国之声分析表示台湾比中国更重要 他表示斯洛伐克是欧盟里对中国投资份额最低的国家之一 反观台湾已是斯洛伐克的重要经济伙伴 实际上扮演比中国更重要的角色 再加上去年大选后长期执政的亲共政党下台 新政府中许多政治人物与台湾关系良好 不仅注重人权与国安议题 愿意公开批评中共 甚至会在必要时刻声援台湾 而波海三国国会议员也正在台湾访问中 中东欧国家挺台声浪四起 经济学人也撰文分析 尽管这些国家并不担心历史重演 但中国战狼外交民族主义及干涉他国内政行为 令许多国家逐渐看清中共本质 新唐人亚太电视唐杰安整理报道 新唐人亚太电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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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人�